当初的祝英台竟然和马文才在一起了 你们考虑过梁山伯的感受吗 梁山伯与祝英台出过好几版 但最喜欢的还是梁小冰和罗志祥那一版 小猪认真演戏的时候 也是很深情很帅气的吗 两人站一起真的郎才女貌 看出来了吗 那时候就流行公主切了 果然现在都是当初他们玩剩下的 哈哈梁小冰年轻时候真的好漂亮呀 剧中两人从同窗慢慢被对方吸引 爱上了对方 可是中间却出现了居心叵测的马文才 骗取大家的信任 一步一步接近祝英台 这一幕真的童年阴影 特别是马文才的眼神 真的好可怕 剧中陈家辉扮演的马文才是个大反派 但剧外 他却和梁小冰在一起了 花絮都透露着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而后两人结婚 在一起了 外表两人还是很登对的 哈哈哈哈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恩爱如初 话说梁小冰保养得很不错哟 就是陈家辉法际线 不管怎么说 幸福就好了 梁张卫健和张倩张卫健创造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啦 什么精灵小不懂 方世玉 小鱼儿等等 年轻时候的颜值简直要吹爆 这就是传说中的眼睛里有星星吧 大家对张倩印象最深的角色 估计就是先建议痴情的彩蝶了 温柔体贴 默默付出 最后为了相公而死 赚足了我的眼泪有两人的定情 做事陈梦吉传奇 但是大众对他俩相对熟悉的作品是小宝与康熙 张卫健扮演为小宝 张倩扮演穆建平 顺带说一句 这部电视剧也很良心 看着很欢乐牙里面的大牌挺多哟 朱英汉舒奇 林心如都在里面 张倩接受采访时 张卫健满满的爱意真的都要溢出荧幕了 结婚时候透露出的幸福 真的羡煞旁人呀 现在也依然幸福 恩爱低调 三乔振宇和王倩一两人 在老友所依中因细生情 从剧里走到了剧外 作为天涯四美之一 乔振宇的颜值可不是盖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低调做人 认真演戏 也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如今还有了可爱的孩子 四里城和李嘉行 曾经的小燕子和尔康走在了一起 那五阿哥和紫薇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等他们在一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再看这张电视剧里的截图 似乎明白点什么了 画风不一样呀 两人在娱乐圈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人品口碑一直不错 两人的沙雕日常也是很搞笑 之前还借公费谈恋爱 新婚公寓或许可以了解一下 又欢乐又甜蜜 这对明星夫妻也是很真实的84评论 于郡主梦酒娱乐领域创作者 3-117.28分941赞彩第一队是巴干子打不着夫妇 去年因为导师阵容而大火了演员的诞生 也是在那个时候小周才知道了周一为是朱丹的丈夫 他们两个是夫妻真的让人意想不到 一个演员 一个主持人 看似没什么关系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是夫妻 从来没听过他们有什么绯闻 也没见过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互动 连狗仔都没发现 可见他们平时是有多么的低调 第二对是王宇和王源可 王宇听名字不太耳熟 但是乍一看有点像王凯 是内地的男演员 说实话 好像没什么人气作品 但是王源可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 因为出演演喜攻略中的心机纯飞被大家关注 与王宇结婚之后生了一对 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内容未完结 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世界千变万化 人也经非喜比 事物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前行 娱乐圈也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改变 总有那些神一般的巧合 让我们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下面一起来看一看娱乐圈中那些让我们感到十分巧合 触动人心的合影 如果时间回到过去 或者如果时间放在现在 会是什么样子 点 这是十多年前电视剧金粉世家姊妹片红粉世家的演员合影 当时这部剧的男女主角是孙力与佟大为 照片中的三位分别是周显星 孙力 杨幂 孙力的变化很大 与现在酷酷的辣妈形象相比 过去的她显得有点土气 还是那标志性的大脑门 孙力的左边是巩力的替身周显星 当年在演艺圈也是很有知名度的 比杨幂要红 只是后来一直没能红起来 在与王学斌主演的电影《高考1977》凡响很大 电影获得多项大奖 演员却一直没红起来 孙力左边是当红女星杨幂 杨幂当时在剧中饰演孙力的妹妹 可以说是孙力的绿叶 三人中数杨幂的知名度最低 如今杨幂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一线女星 虽然名气与孙力相当 但粉丝和曝光率绝对是第一 与当年红过自己的周显星相比 就显得更加三十年和东三